请和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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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 请放掌 我们上一次讲这个妙法莲花经 讲到第25品 也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妙法莲花经一共有28品 所以说我们已经将近尾声了 最后的就是所谓的法华的六支法将 六位大菩萨全心全意 专心不二地付持法华经 哪里有法华经 他们就往哪个地方去 像我们知道过去 还不单只是大菩萨 连同无量节以前的 入灭的多宝如来 也会乘着他的多宝 塔而来到讲解法华经的地方 那观世音菩萨 好像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观世音菩萨 跟娑婆世界有缘 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 娑婆这两个字是印度化 他的意思叫做堪忍 就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 有一种什么样的特色呢 就是遇到很困难的事情 能够容忍 很有忍耐力 怎么苦都能够忍 都能够忍耐 那所以观世音菩萨 跟娑婆世界很有缘 所以有一句话说 家家观世音 父父阿弥陀 在所有世界中间 每一个世界都有一尊佛 但是在这么多佛中间 娑婆世的人 甚至于还没有听过 还不知道 释迦牟尼佛 但是他听过阿弥陀佛 听过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是在这个娑婆世界 很亲近的两位圣人 那我们讲到这个观世音菩萨 首先就说 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呢 有的人甚至于问到 观世音菩萨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观世音菩萨有什么特色呢 我们先把这个介绍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介绍一下 观世音 很多朋友都读过 波尔波罗密多心经 心经或者简单说心经 心经一开始就是观世在菩萨 就是观世在菩萨 一个观世 在佛教的法门中间 这个观世非常重要 观 我们首先说 先把观世音菩萨的意思解释 我们再说为什么观这么重要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 在元代的印度化 叫做阿弥陀佛 菩萨 que ira 菩萨叫做Buddhisattva 菩萨的意思其实有四个字 叫菩提沙多 Buddhisattva 就是四个音 当时的人就把它翻译这个音 不翻它的意义 所以叫菩提沙多 可是呢 有一位 大德 就是鞠穆罗什 他是 他是 孤之国的一个王子 他到中土来 翻译了很多经书 不雅于 玄奘大师 玄奘大师 鞠穆罗什 知道中国人的这个特性 知道东土人的特性 喜欢简便 菩提沙朵将他记四个字 他记不住 简化一点吧 就菩萨两个字 所以菩提沙朵四个音 变成只有两个音 就菩萨 那菩提沙朵是什么意思呢 菩提就是觉 沙朵就是友情 我们知道 佛教最终就是讲到这个觉 就是一切众生的最后的终极目标 就是Destiny 要成佛 成佛就是觉悟 不是一般讲的觉悟 那种是大觉 那么所以呢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 Avalokasvara 菩提沙朵呢 就是菩提沙朵 就是 觉有情 菩提 菩提就是菩提 菩提就是觉的意思 沙朵就是有情 有情也叫做众生 也叫做凡夫 所以 菩提沙朵的意思就是觉有情 他是一个已经觉悟的众生 他也是能够觉悟众生的有情 所以叫菩萨 他叫菩萨 那么 观世音特别的名字 他 他自己的这名称 叫做Avalokasvara 翻成中文 这个 焦摩罗斯大师 翻成 观世音 玄奘大师 认为不妥 翻成 观自在 所以 单单 观世音菩萨 就有两个名字 原来在 焦摩罗斯大师的时候呢 只翻成 观世音 但是玄奘大师呢 就说 不对 要翻成 观自在 不久之前 有一位法师问我 到底是 观世音对 还是观自在对 弄对 弄丢了 什么道理呢 不要太讲究 最重要是 他的名字 是含有两重意义 就最近啊 下个星期啊 就有人要送我一尊 观世音菩萨 悲自观音 一个是 慈悲 就是 慈悲 智就是 智慧 也就是 般若 佛教讲 般若思想 智慧 与 慈悲 智慧与 慈悲 集中在 菩萨一生 所以 他的名字 有两种意义 一个叫 观自在 表示 他的心灵 是解脱的 是自由的 是无所障碍的 是智慧超脱的 超越的 所以 观自在 就是表示 他的一种 解脱的味道 自在的意思 自在的意思 就是解脱 那么这种 是表示什么呢 观自在 就是表示 观世音菩萨 他能够 完全解脱 这种的解脱 是象征智慧 观自在 是 形容观世音菩萨 向里面 反观内心 得到 无上的智慧 那另外一个名称 叫观世音 这个是表示 观世音菩萨的 慈悲 那我们 听过 能言经 能言经里面 讲观世音菩萨 耳根 圆通 耳根 圆通 能闻 所闻 静 反闻 闻 自信 一切的深层 都在 观世音菩萨的 耳根中间 这个 就是 一切的深层 一切的声音 片满法界 观世音菩萨 都听得见 我们的耳根 不是 东方有 鸡轿 我们的 这个文姓 就向东方走 一个方向 就向着 这个方向 北方有 狗 肺 那么我们的 文姓 就向着 北方 观世音菩萨 不是 不动 如如 一切深层 都在 他的文姓中间 文姓 片满法界 无论哪一个方向 他同时 一时居文 所以叫做 观世间的 声音啊 一切声音 他都听得见 就是片满法界 那么叫 观世音呢 就所谓的 观世音菩萨 你哪里求他 千处 祈求 千处现 苦海 常坐 渡人舟 逢凶化吉 欲难成江 只要你 成先去求他 千江有水 千江月 你的心在那儿 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 原 原来的 这个原神啊 或者是原来的 这个 观世音菩萨 就像 天边的月亮 你哪里的水 它都会 在你的水里显现 也就是呢 回应 你的祈求 所以我们这里 很简单的说 观世音菩萨 有两个名称 观自在 表示他的智慧 观世音 表示他的慈悲 所以观世音菩萨 有这两个名称 但是 你说观世音菩萨 他到 娑婆世界来 干什么呢 因为 所谓的 以佛出世 千佛 付持 释迦牟尼佛要成道了 所以 当时在他身边 很多 实实在在是 已经成佛的 所谓 道价 慈航 来协助 释迦牟尼佛 度化众生 其中一位 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 古佛 已经成佛的 他的德号叫做 正法名如来 正法名如来 他过去就是佛 但现在为了要 帮助释迦牟尼佛呢 他化身一个菩萨 这要应生 应生佛 或者应生菩萨 就叫做观世音 那除了观世音菩萨 以外 我们也知道 像文殊势利菩萨 他过去叫做 龙肿上真王佛 他未来也叫做 欢喜上摩尼宝基佛 他现在叫做 文殊势利菩萨 二真不并立 故我为地 这个菩萨 就是说 一个世界中间 只能有一尊佛 不能有两尊 两尊就乱了 两尊就乱了 所以我们讲到说 这个观世音菩萨 现在在梭博世界呢 是化身为菩萨的一个境界 菩萨是比佛的地位要低一点 将来要成佛的 那他还有一个身份 同时 就是化身千万亿 还有一个身份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世界 或者说释迦牟尼佛 教导我们的 修行的法门中间 有所谓的南行道 义行道 这龙肿菩萨讲的 那么义行道中间就是 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十四刻刻 心中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净土法门 那净土法门里面 讲到说 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徒 有世界明月极乐 极土有佛 好阿弥陀 今现在说法 就是说 从我们这个世界向西方走 十万亿佛徒 十万亿个世界 到了一个世界 叫做 这个 这个 过十万亿佛徒 有世界 这个世界的名字 叫做极乐世界 那个世界有一尊佛 叫做阿弥陀佛 但是我们知道 一尊佛身边都有两位 大菩萨 来叫做 邪士 邪士 就是协助他的 就是比较 看起来也比较威严 比方说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身边 就有两位 一位叫做 观世音菩萨 一位叫做 大四字菩萨 所以 观世音菩萨 他的身份呢 也在西方极乐世界 显现 他是阿弥陀佛的助手 大助手 那这也是 观世音菩萨的 一个身份 那么另外还有呢 当然在西方极乐世界 观世音菩萨 站在阿弥陀佛的左方 表示说 有一天 阿弥陀佛 入灭之后 入灭 这个是一个 特别的名称 意思就是往生 就是 佛的这个映画身 有一天也要离开 要入这个 长激光净土的 有心有相的东西 都不常在 都是因缘法 都是战事性的存有 所以即使是阿弥陀佛 那么样的 这 殊胜庄严 有一天也要入灭 当他一入灭 观世音菩萨 马上就成佛 那当然时间 非常非常久 不可思议的 这个 这个时间 那么好了 我们继续来讲 观世音菩萨 还有一个特色 在我们这个世界 还看到两个特色 一个就是 观世音菩萨显现的 是牵手牵眼 牵手牵眼 在埔里啊 我的龟一师父 上乐下国老和尚 他在香港 他在香港请一个 请一位非常有名的 雕塑工 把一棵大树 雕刻成 一座 这个牵手牵眼的 佛像 当时听说 当时听说那位先生 那位先生本来是从 普陀山下来的 他的价格很贵哦 那么他跟我师父 就是上乐下国老和尚 雕那尊像的时候 听说是最后一尊 他从此之后就 封 一辈子 后来好像 住到加拿大去了 这位黄先生 牵手牵眼 你看到很多个头 观世音菩萨显现一个头 三个头 五个头 七个头 一直造成最后 十一个头 多少个头 然后身上很多手 每一只手都拿着一种不同的法器 干什么 这都是救度众生所用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 要讲的这个观世音普策普门品里面说 三十二印化身 三十二种不同的身份 观世音普策随时 因以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而为说法 他假设要度化一个印度人 他不会化成一个美国人的样子 他也化成一个印度人的样子 那他要度化一个科学家 他不会化成文学家的样子 就讲你的话 跟你能够相沟通 以这种身份 在你面前出现 所以说 因以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而为说法 那我们说 哎 观世音普策随时 下面我们在普门品里面看到 前面就讲 观世音普策随时 是解救七种的危难 解七难 去三毒 三种毒 贪嗅嗔痴 就人类生来带来的业障的中间的一个货源 还有就是应二求 一般人都是生来的一种义务或者是责任 就是生儿育女 那有的人愿意生一个男孩 有的人愿意生一个女孩 这两种呢 都求观世音普策随时 他就能够 随你心所愿 你愿意生男孩 他就给你男孩 你愿意生女孩 就生女孩 是这样子 所以 简单的说 我们这个普门品一开始 就说观世音普策 解七难 除三毒 然后应二求 好像观世音普策的能耐就这样子吗 不是哦 那他牵手牵眼干什么呢 牵手牵眼就是为了 牵触祈求 牵触弦 哪里有困难 他就去哪里 哪里有困难 他就去哪里 所以度一切苦恶 度一切苦恶 这就是讲 观世音普策他的慈悲 所以 跟我们苏婆世界有缘的四大菩萨 观世音普策是叫做 大悲观世音普策 九花三的 大愿地藏王菩萨 五台山的 大智文术势力菩萨 峨眉山的 大恨普仙菩萨 这四大菩萨 不分高低 不分大小 各有各的这个了不起的地方 你听了呢 就肃然起敬了 当然是 那我们讲到 这个观世音普策呢 还有一个是 众生给他的一个称号 因为观世音普策 非常的灵业 非常的灵业 很多事情呢 就是像那个 以前在台中的 祖云法师 他就写了一本 那个观世音普策 灵感录 他所听闻的 就写这一本书 那观世音普策 是非常灵验的 所以 众生又称他做 师无为者 假设我们有 害怕 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会害怕 害怕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样应付 心里 彷徨 不安 恐惧 幽老 这个时候念观世音普策 慢慢就 心就沉淀下来 就安定下来 所以 叫做师无为者 把一个不怕 把一个勇敢 给你 让你不要害怕 这里我就记得 华帆道学那个 创办人 小云法师的 秘书 也是他的学生 也是他的徒弟 李书彧 我记得我送给他 一尊小小的观世音普策 那个时候 戴在脖子上 后来我看到 应观法师说 不适合 就把佛像 戴在脖子上 不适合 所以我后来就 不再 不再结缘 这个佛像了 那李书彧当时 我送他一个 就是 小云法师的 这个 弟子 他的图 他的朋友 生大病 动手术 害怕 要上手术台 李书彧就说 这是龙寻师父 加持过的 这观世音普策像 你把他拿进去 拿到手术室去 他让我怎么拿呢 他说 你看能不能拿进去 手术室是不可以带东西的 他就让医生不知道 他就抓着 手抓着 然后把手这样子 向下方这样子 心里就一直念着 那么大悲 关心不少 手术室 手术非常成功 很快速的 很顺利的 就结束了 所以他说 真的好灵哦 真的一点都不痛苦 这个我觉得 就是 你这样 诚心就灵 不诚心 那就令唐别论了 这是观世音普策像 我们讲到观世音普策像 那就有 这样子的一些 一些特色 还有最后一下呢 我也简单的说一下 在唐朝以前啊 印度的那个佛像啊 什么 佛经啊 传到中国来 观世音普策像是现男像 你如果到那个 敦煌石窟啊 你可以看到很多 观世音普策像的像 是有胡子的 到中国之后呢 变女生 那当然这个 原因应该有不少啊 那简单的第一个就是 当时唐朝比较开放 唐朝比较开放 你们觉不觉得 有没有看过 那个唐朝的侍女图啊 都跟现代人一样啊 低胸啊 很风骚的 那 所以他们也不管 就像挂着观世音普策像 他们在那个佛堂里面 也是 这些女生也是 这个态度不是很端庄 这样对佛像是不尽的 所以后来 有些僧人就建议说 这个 不适合啊 在那个世女前面 把那个观世音普策像 因为观世音普策 最灵业嘛 大家都知道 这件事情 那他们就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观世音普策 他如果献一个女生的话 女生是很 就是 弱势的象征 可是另外一方面 也是一个强而大的 爱的力量 没有人比妈妈更伟大啊 你去 什么事情 你求别人 可能都会拒绝 可能很为难的事情 但是妈妈不会拒绝的 他宁愿牺牲自己 也要保护他的孩子 所以如果献一个女生像 但是又面对威仪 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以后有观世音普策像呢 就是女生像 从唐朝以后啊 就好像母亲一样 所以有的人 有的人说 把观世音普策当妈妈一样 也有这么一回事 那就是 其实菩萨 到菩萨的境界是没有男女的 菩萨有五十一个地位 五十一个地位 最高的是叫做等觉菩萨 就很快的 等觉的意思就是 觉就是佛啊 他是公同佛等 跟佛差不多了 但他进入佛的这个门之前 他还要回来 苏婆世界 用他的慧眼 用他智慧的眼睛 用他的法眼 普遍地看一下 该度的是不是都度了 现在是不是可以 成佛了 所以要等觉菩萨 那最后呢 再上一层就是成佛 这佛呢 也叫做妙诀 妙就 没有比 没有 无可堪比了 就是妙诀 就是佛 那菩萨一共有五十一个位置 假设大家看华炎经 华炎经里面就有 这个三才童子 五十三叉 那假设不太理解 华炎经 不太理解佛法的 可能就会产生误会 其中有三个代表 还有妓女呢 妓女也是菩萨 五十一个位置中间 有很多都是社会上 各层级的人物 他们都是大菩萨 代表大菩萨 有一个很凶恶的王 也是这个大菩萨之一 所以三才童子 去参五十三位菩萨 他也参到 显现贪的 显现撑的 显现吃的 有意思吧 所以这个不好理解 当然我们现在不是 讲华炎经 有人劝我说 下一步要不要讲华炎经 我说我生命没有那么长吧 好了 我们就讲这个观世音菩萨呢 他的一个大概的情况 到这里 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呢 我们再等一下再讲 观世音菩萨的确是 救过我的命 上一次我不是讲过吗 在德国出大车祸 结果 车子从 上面翻到 那个下面 一个 很低的一个 坑框 一个坑框 下面 车子应该 回到 不像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 车子里面的三个人 都没事 但是我的感觉是 我一心念观世音菩萨 第一个我就怕 自己变成植物人 怎么办 就把两只手抱着头啊 一心就念观世音菩萨 心很清静 心很清静 当时那个 车子掉下来的时候 我的感觉像羽毛一样 轻轻的飘落 这是一种 想象不到的一种 一种 一种感觉 那么另外 我再讲一个 你们没听过的 就是 华范大学的 创办人 小云法师 现在我要出卖他了 在 勘战时期 日本侵华 日本人 日本人中间 最可怕的 就是关东军啊 那种真是 见人就杀无色 看到女人就强暴 不管你是八十几岁 还是几岁 那种残忍是 无以复加的 讲不出来的 所以不能遇到关东军 小云法师 他是艺术家嘛 带着 几支画笔啊 带着那个画纸啊 就 到了一个地方 他 很单纯的 到了一个地方 一个村落 整个看起来都没人啊 整个村落都是 人都不见了 他还 说 哎 怎么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他还 他还在怀疑 就一看 左右去找人 就在那个村落啊 一个人在那边 寻觅 这个时候 看到一个穿白衣的老先生 长胡子 戴着拐杖 姑娘啊 那个时候 大家大人年轻 想象不到 大家有人 成小云法师 做姑娘的 你还不走啊 日本人马上 日本军队 马上就到这里了 他说 哎呀 这样子啊 那我躲哪里去 我到哪里去 我走 走不了了 我到哪里去 就到处一找 回过头来 那个老人 已经不见了 结果他后来就 躲到那个 长长的茅草里面 那 那个 日本军人 还用那个枪啊 去 去 去扫 就是去 到处去 去这样子看 看一下有没有人啊 就弄一下 看到没有人就走了 那是可怕 可怕啊 因为 我的母亲 参加过游击队 她是一个游击队长哦 有一次被日本人包围在一个小山丘上 她跟她的这个游击队员都在山上 你们大概听过对不对 那个时候 她有一个身边有一个保护她的叫做吴奇云 这个人是一个神枪手 这个神枪手是当时受伤在路边 被一个唐将军救了 本来那个时候真是乱成一片 假设说看到那种伤兵啊 不但不救 把她的那个 把她的那个符号扯了 又可以去领 领粮啊 领别的东西 那 那个唐将军把她救了之后 唐将军是我的那个唐舅的好朋友 就说 因为我妈要做游击队啊 那怎么办 就派了这个吴奇云就保护她 那那个时候 大家都被围在那个山上 被围在那个山上 很危险哦 说日本人快要到了 很奇怪的 这个日本人当天晚上不上来了 就在山下 他们就在山上 就很紧张啊 我母亲就跟那个吴奇云讲 看到日本人 从我后面一枪 直接打她 看到日本人的话 如果看到日本人山上 先从后面把她一枪打死 可是这样子的 这都是真实的故事了 那我们不讲那么多 那现在呢 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经文 妙法莲花经 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 第二十五 尔时 无尽一菩萨 皆从做起 偏袒右肩 何掌向佛 而作誓言 誓尊 观世音菩萨 以何因缘 明观世音 佛告 无尽一菩萨 善男子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诸苦恼 是观世音菩萨 一心 称明 文世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明 观世音菩萨 即使 观其音声 皆得解脱 那这里我还忘了解释一下 谱门 为什么叫观世音菩萨 谱门品呢 谱就是谱集 谱就是管放 谱就是平等 谱就是没有分别 门呢 就通达无碍的意思 所以谱是周遍圆容 门是通达无碍 谱门就是 谁都可以进来 没有分别的 观世音菩萨的心 没有分别的 不会说 你是穷人 我就看不起你 你是富人 我就巴结你一下 你是富贵人 你是贫贱人 你是长得漂亮的 你是长得丑的 你是好的 你是坏的 没有这种分别 只有人才会有这种分别 我们凡复生下来 就是有分别心啊 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不是高就是低 不是上就是下 不是善就是恶 不是好就是歹 不是美就是丑 不是富就是贱 不是富就是穷 都是二分法 世界上的人都是二分法 二分法怎么样呢 二分法就是那个心不平啊 所以金刚经理说 事法平等 无有高下 你心要真正做到平等 一失同仁 不容易啊 这个要修 这个就是修行 那么所以 普门呢就是表示观世音菩萨 救度众生是平等的 是普及的 是没有分别的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经文 耳时就是在这个时候 有一位菩萨叫做吴敬义菩萨 吴敬义菩萨有的人认得他 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本愿经里面 那个 那个帮助观目女的罗汉 就是当时释迦牟尼佛的 释迦牟尼佛的 这个 讲经说法的时候 的吴敬义菩萨 释迦牟尼佛说 当时的罗汉 就是吴敬义菩萨 但这里我又想到了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 我们心真的要平 我们这个心本身 他没有所谓的男女的 只是这个像表现出来 有男有女 我实际上很想讲一下 不讲我 这个话已经到了这里来了 不吐出来不开心 你说 男尊女卑 我请问你 在光木女的时候 光木女是女生 她是一个孝女 为了母亲呢 去请罗汉 入定中 去看我母亲在哪里 那罗汉就帮她看 说你的母亲啊 现在在地狱受苦 这是讲这个光木女 一位孝女 那当时 那当时罗汉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无尽一菩萨 就是罗汉 无尽一菩萨 就是罗汉 后来到 释迦牟尼佛的时候 这位罗汉 已经成为 无尽一菩萨 而 这个佛早已经成佛了 你看地藏经第一章 他度的都成佛了 他的学生都成佛了 怎么这个老师不成佛呢 因为这个老师有大愿啊 地狱不空 你说地狱什么时候能空呢 地狱不空 世不成佛 他发世不成佛 众生度尽 你看我们这里 简简单 几千几万 几十万几亿 众生还没有度尽 他不振菩提 要度众生 所以释迦牟尼佛 入灭之前 就是往生之前 来一个白地层脱孤啊 释迦牟尼佛来一个 白地层脱孤啊 他像刘备一样 对着孔明说 这是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是阿斗 阿斗是不成才的 所以你要辅助他 如果他能够辅助 你就辅助吧 不能辅助的话 君自取而代之 你就做皇帝好了 是不是 把地层脱孤 释迦牟尼佛也表演了这个脱孤 他脱谁啊 他脱地藏王菩萨 我们生长的时代 是叫做佛前佛后 前面的佛 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 后面弥勒佛还没有来 所以我们没有佛 现在是 就是众生 辅助辅迦牟尼佛 这个孩子 不管你承认也好 不承认也好 因为我们都迷了 都吃了药 像前面讲的 我们像那个不懂事的孩子 都吃了药 吃了药 然后呢 就迷了 心性迷了 颠倒行事 但是我们这个心 假设说一旦有灵药 帮我们治愈的话 还是 就是 光明磊落的 所以 这个就是讲说 这个 吴敬仪菩萨 讲到他 吴敬仪菩萨这个名字好听哦 吴敬 吴敬长得什么样子呢 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字把它横过来 就是吴敬 就Infinity 吴敬仪 意这个 意 意这个字 就生了 生傲了 假设说你把它当心解释 就 吴敬仪菩萨 他的心量 是无穷无尽的 周骗横杀 骗十方法界 就表示他这个心量很大 如果把它当作的意识来讲呢 就是 他有一个愿望 度尽一切众生 那这是吴敬仪菩萨 那当然也是大菩萨 但是你想在这个时代 到释述仪菩萨的时代 他的等级就不及 地藏王菩萨 以前地藏王菩萨是女生 但现在地藏王菩萨是 千佛赞叹 功德无量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智慧慈悲 的一位菩萨 少有人 少有菩萨 能够跟他相比的 所以吴敬仪菩萨 还比他小一点 我不愿意讲说 菩萨怎么样 但是跟地藏王菩萨 是难以 就是很少 菩萨能够跟他相比了 那好了 我们说 吴敬仪菩萨这个时候 就从自己的座位 站起来 偏袒右肩 就像我们一样 因为中国太冷了 要真正把这个肩膀 赤裸出来 会冷 尤其北方 像我们上一时去舞台上 负食九度 那会冷得皮皮喘了 那他就合掌 恭敬地 向释迦牟尼佛说 世尊啊 观世音菩萨 是哪一种的因缘 以何因缘 因缘这两个字 因是主因 缘是住缘 一个主 很多帮助的缘 一些缘法 就是一个主因 很多的其他的帮助的住因 一个主因 很多住因 其实如果 我们现在话来讲 我翻译成条件 因缘就是条件 以何因缘 它是用什么样的一种 因缘 称为观世音呢 这吴敬仪菩萨的 这个问题 佛就告诉 吴敬仪菩萨 说善男子 如果有 无量数的 无量百千万亿的众生 他们受到了苦恼 受诸苦恼 因为苦恼不止一件 有的时候 雾露偏逢 连夜雨 这苦恼无尽 不是一样两样 每个人背后 都有他自己的苦恼 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一心称敏 就是念 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不过我们都念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即时 当时 当那一刻 就观其音声 这个观止很重要 就观察到 他的声音 接得解脱 就是这些受苦难的人 都能够离开 他的 这个痛苦 离开他的悲伤 就是这个意思 请大家一起 合掌回向 文法功德书胜行 文法功德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义诸有情 数网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尼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瑞波罗蜜 请合掌 南无本师释迹菩萨摩赫萨 我今见闻得受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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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请放掌 其实普门评很容易懂 下面就是 观世一切菩萨摩赫萨 举出七个例子 观世一切菩萨摩赫萨 在不同的众生危难之中 来救度众生脱离苦海 那这里有几种难 众生遭遇七种的危难 观世一切菩萨摩赫萨 是如何来救度的呢 所以我们先讲这七难 七种难其实就是举例 这七种危难 观世一菩萨如何 搭救众生 那我们先 看这一段的经文 若有慈世 观世一菩萨明者 射入大火 火不能烧 游士菩萨 威神力过 若为大水所飘 称即名号 即得浅出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 围求金银流离 车取吃猪 马老 山腹 琥珀 珍珠等宝 入于大海 假使黑空吹起船房 飘落罗茶为国 其中若有乃次一人 称观世一菩萨明者 世诸人等 皆得解脱 罗茶之难 已是因缘 明观世音 现在先讲第一个叫做 火难 假设众生 遭遇到火灾的时候 怎么办呢 若有 慈世观世音菩萨明者 假设有人 他是 常常心里 心心意意 在念观世音菩萨 射入大火 假设他 掉到火里面去了 火不能烧 火不会 把它焚烧 尤世菩萨 威神 这都是因为 他平时 颂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所以观世音菩萨 他的威神之力 是保护着 这一位 持颂 菩萨明号的人 尤世菩萨 威神 是观世音菩萨的威神力 保佑了他 让他不被火 焚烧 那么我们讲一个故事 有一位 唐朝的法师 叫做法利法师 他要建一个庙 所以就到处去化园 有一次呢 就化园回来 很累了 在那附近一个地方呢 他躺下来休息 睡觉 在个森林附近 突然之间就 森林就大火了 那大火了 他就被 那个烟了 熏醒了 熏醒了 一看 自己无路可逃 当时他就 大声念 拿摩观 还只念到 观字还没有适应 这个时候 一阵大风 把火都 吹熄了 所以 这个是在高僧传里面 高僧传里面 所记载的 一段文字 那另外 也有一个人 他要到 普陀山去 拜 观世音部上 三个月 吃素 吃了素之后 到了三个月 他已经到船上了 突然 人家就说 糟糕了 你家 着火了 你家着火了 他人已经上了船 他说 我好不容易 三个月吃素 诚心念佛 才有这个机会 到普陀山 去拜 观世音部上 现在这个情况 我不适宜 又回去 我回去也太迟了 火也不会等我 那他就说 不管了 就先去 普陀山吧 结果等他 回来之后 四周邻居的房子 全都烧坏了 只有他的房子 保留下来 这也是 过去讲 观世音部上 灵感路 中间的一段故事 那么我们继续看 那个水灾 若有大火水漂 称积名号 即得潜出 如果有大水 大水 来 把船给翻了 就是 不受控制了 这个船不受控制了 假设称观世音部上 名号的话 那么这个船呢 就会隔浅 然后就能够 就能够 保存性命 不被那个大水 给冲走 有的时候 哇 突然之间 那个大水 像瀑布一样 从上 向下呢 就会冲走 那这个 这一件事 我们说 为大水 锁票 也有一个故事 是一个船 翻了 在船上 有一个人 都是送 浦门品的 每天都以 浦门品为功课 他当时 在那个船上 就听到 好像听到 有人在说 他 送浦门品的人 不会 被水 所淹没 讲三次 听到有人 讲三次 送浦门品的人 不会被水 所淹没 他心里想 我就是送浦门品的人 船翻了 他也不知道 为什么 被 那个树枝 还是什么东西 被那个船的 那个破碎的 木板 把他 把他慢慢 推推推 推到岸边 他就 没有 死亡 那么我再讲一个 你们熟悉的人 他亲自 告诉我的故事 就是 台湾称他做 大众媒体之父 知道谁了吗 王红军先生 王伯伯 他跟我讲 他不是信佛 他只是身上 挂着一个小本 后面可能 也有那种东西 但是可能是 嫩言奏 他一个小本的心经 小本的心经 那个 他就放在 自己的口袋里 有一次不知道 什么样 掉进大海里面 很危险 后来 就是 无缘无故的 他就 离开了 那个灾难 他跟我说 那是那部 那部心经 救了他 曼玉 一定认识 王红军 王伯伯 他跟我爸爸 是同学 王伯伯 跟我爸爸 是同学 这个 就是 他亲口 讲的故事 那我们说 这个 为大水手飘 称气名号 记得潜出 就 潜的地方 当然就不会危险了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 这是数目很大了 这些人怎么样呢 有的人当然就是为了生存而已 有的人连生存都有困难 但是 有部分的人呢 就是 大富翁 大富豪 为了求 七宝 就是过去 不讲 不讲美草 不讲台币了 过去的人是讲 金啊 银啊 琉璃啊 琉璃是一种青色的宝石 车曲呢 是用白色的宝石 这宝石很奇怪 它的那个 上面有一人一人的那个纹 纹路啊 好像 好像 自然 自然的那个纹路 那车曲 玛瑙是红色的 深红色 降红色的 一种 宝石 玛瑙 珊瑚呢 大家知道 其实它是一种动物啊 在那个海里面 长得 飘儿飘啊 一般来讲都是 粉红色的 也有红一点的 澎湖最多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送我一串 山芙 是蓝色的 蓝色的山芙 就在关心 不上头上那个 那又是山芙 然后 琥珀 琥珀是一种松脂 凝固成的一种 应该是有机物 但是这个非常的昂贵 轻轻轻的 黄色的 透明的 珍珠 珍珠知道了 站在半壳里面 现在人都用 一颗 小小的 这个猪啊 把它 做一个种子 放在那个半壳里面 当它 半壳还是很小的时候 放在半壳里面呢 让它长大 长大 它又把它 把那个半壳 打开 然后又把那个珍珠拿出来 现在的人这么做 反正就是 以苍生为咒口 我说现在人呢 其实是蛮凶残的 就是 反正 别人斗不过他嘛 这个 说百千万亿众生呢 他们为了 求得 这金银财宝 入一大海 不小心地 掉进海里面去了 假设黑风吹起船房 假设有黑风 一种黑风 吹它的这个船房啊 把那船的那个帆 一吹呢 吹到哪里去了 吹到罗刹鬼国 罗刹呢 是一种鬼 这种鬼叫 暴恶鬼啊 暴恶 这个个性很凶猛 暴恶鬼 也称为可畏鬼 看着它 害怕 这罗刹很奇怪 女的罗刹 都很漂亮 男的罗刹呢 很丑 但是都很凶恶 那么这些人 他们为了 求得金银财宝啊 不小心他们的船 被风吹到罗刹国去了 那罗刹国有很多的 这罗刹呀 这罗刹怎么样呢 会吃人 那些女罗刹呢 会把男人先把它 招为夫婿 要过一段时间之后 再来吃女 生了小孩子之后 所以我们常常说 罗刹鬼子母嘛 他那个鬼 有妈妈 有儿子 罗刹不爱丈夫 丈夫会被他吃掉 但是呢 儿子他是蛮宝贵的 所以 这罗刹怎么样呢 说有五百个商人 五百个商人中 四百九十九个 都信观音菩萨 只有一个不信 这四百九十九个 都在念观音菩萨 就那一个人不信 说 你们迷信 不愿意念 那这个时候啊 那罗刹 没看到那四百九十九个人 就看到那一个人 就把他抓回 回去了 他也很着急啊 一着急就 念观音菩萨 不上 结果罗刹鬼 也看不见他了 这一个故事 还有一个呢 就有一个国家 他隔壁 邻国啊 就是罗刹 出没的地方 很多罗刹 那罗刹每天都抓人 去吃 也不知道抓几个 那这个国家的老百姓 都感到害怕 就去跟国王说 怎么办呢 我们人都会被他吃光了 那国王就去跟罗刹 王 做一个商量 说这样好了 你这样吃 我们这个国家就没了 没人了 被你吃光光了 他每天送一个给你吃 那那个罗刹王说 好吧 那就每天你送一个来 每天送一个来 就没死得那么快 那有一天就轮到一个家庭 只有一个小孩子 爸妈妈要把这个小孩子 送给罗刹吃 这爸爸就跟儿子说 反正你无论遇到任何情况 就念观世音菩萨 一心一意就念观世音菩萨 儿子听了爸爸的话 他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一直念观世音菩萨 好了 到了罗刹国的时候 罗刹都看不见他了 明明看得到 一下子不见了 那也没辙 那从此之后呢 送去的人都念观世音菩萨 那罗刹王也没有办法 所以从此那个国家的人呢 慢慢就脱离这个罗刹的一个危机 好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黑风把船给吹到罗刹国了 其中只要有一个人 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所有的人都能够解脱罗刹难 罗刹的危难 我们上供的时候 还供他一下来 大鹏金刺鸟嘛 大鹏金刺鸟为什么 他吃龙 福伯萨说不要吃龙了 他说我让出家人吃饭的时候 供给你吃 就拿七厘米 让我们的脑子一变 变食 就变成无数的 就是很多的食物 那么这个大鹏金刺鸟 就有的吃就不吃龙了 旷野鬼神众啊 还有罗刹鬼子母 就是他们 罗刹鬼子母 大家还记得 我们讲的大乘大吉十轮经的时候吗 记得 那个时候怎么样 当罗刹来的时候 你这样 把一个袈裟的一个脚 或者挂在脖子上面 罗刹都不敢动你 然后还对你尊敬 所以即使是凶恶的鬼神 还是有尊敬 这个佛法生三宝的 这个在大乘大吉十轮经里 没有讲到 那我们继续来看 以世因缘明观世因 因为观世因不少能够 解救黑风之劫 解救黑风之难 这黑风就是表示我们的称恨心 凡人的称恨心 那我们这里不详细的去解释了 若父有人 灵当被害 称观世因不少名者 彼所持刀杖 请断断坏 而得解脱 如果有人 若父有人 如果又有其他的人 灵当被害 将要被别人所 伤害 残害 的时候 如果他 称恨心 观世因不少的圣号 彼所持刀杖 他的那个敌人 所拿的刀 拿的 棍子 寻断断坏 而得解脱 这群就是马上 立即 他的那棍子 他的那个刀 一段一段的 都坏掉了 一段一段 自然断掉了 而得解脱 这个被抓的人 就解脱 这刀杖是在 若三千大千国土 满中叶叉 罗刹 欲来老人 文器称观 信不少名者 是诸恶鬼 尚不能以恶眼 四肢 旷腹加害 这里跟 上面有一点相似的 就是三千大千国土 所谓三千大千国土 是 一个 世界 所谓的一个世界 在佛教的宇宙观来讲 一个世界 就是有一座 虚弥山 四周 有所谓的 东圣神州 西牛鹤州 南战部州 北巨卢州 四个州 一个太阳 一个月亮 这个叫做一个世界 一千个这样的世界 叫小千世界 那一千个小千世界 叫中千世界 一千个中千世界 叫大千世界 所以中间有三个千字 叫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那三千大千世界 的国土中间 假设有夜叉 罗叉 夜叉也是一种鬼 假设看 嫩眼睛 嫩眼睛里面 好多鬼 好多鬼 有的是自己 自己心里变化出来的 有的是外面的 天魔 魔圈 这些是外面的鬼 还有自己的阴魔 五阴魔 一个阴 一个人有五阴 射受响心事 一个阴有十个 十个 十个 魔 魔 五乘以十 就是五十阴魔 讲得很可怕 五十阴魔 那这个夜叉是什么呢 夜叉也是一种鬼 这种鬼叫做 劫疾鬼 劫运的劫 劫是快速的那个劫 劫疾鬼呢 它很快 那夜叉 这夜叉也有好的 好的怎么样呢 它皈依佛法 变成佛法的这个 复法神 像药丝巾 药丝巾里面 十二夜叉 十二药叉大将 翻译的不一样 它是翻成药叉 十二药叉 那药叉 怎么样 第一个叫公比罗 公比罗大将怎么样 他有功了 记得吧 那个提伯达多 释迦牟尼佛的堂弟 一个坏家伙 十四刻要跟释迦牟尼佛作对 十四刻要伤害释迦牟尼佛 把一个大石头从山上滚下来 就想把释迦牟尼佛给压死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复法神 这个复法神就是公比罗大将 其实就是药叉 就是夜叉 但是它是好夜叉 它变成复法神了 用它的那个计 什么叫计 大家喜不喜欢看三国演义 三银就占吕布 那吕布所用的兵器就叫做计 一挑 那大石头就碎了 就没有办法伤到释迦牟尼佛 但是有一点点那个小石头 打到佛的脚 出了血 所以就这个叫出佛身血 出佛身血是怎么样 要堕地狱的 当然这个提波塔多还做了很多坏事 最后是他周围都起火 马上当下就 当下就被地狱所吸进去了 那火 他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他逃都没地方逃 就大声叫他弟弟 亲弟弟阿南 阿南救我 阿南救我 阿南说 赶快念佛 他就念 拿摩 佛 佛字没出口 他只念到拿摩 就被地狱给吸进去了 就去受苦了 所以他没念到佛 但是这提波塔多也了不起 将来他也要成佛的 要天望如来 那他是来成就释迦牟尼佛的 从另外一个层面 从反方向来成就佛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当这个提波塔多从地狱里面出来之后 他还要成辟字佛的 他修行本来就很好的 他以前还教过释迦牟尼佛 法华经 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说 那一个 就 三千大千国土 到处都是夜叉裸叉 都是一些可怕的鬼 越南老人 就是他们都希望来 都来伤害人 都来给人造成烦恼 那怎么样呢 你想去听法华经吧 我来给你个障碍 你去不了了 肚子痛了 这也是他们的方法之一 对不对 那越来越老人 听到这些人 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那些恶鬼 就是包括这个 所谓的截击鬼啊 这个 这个恶毒的 这个罗叉鬼啊 夜叉罗叉 连恶眼也不敢看你 不敢这个横眉素眼的 对着你 何况加害了 更不可能了 只要念观世音菩萨 这些鬼就不能近身 就不能近身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你念观世音菩萨 其他咒也一样 念大悲咒 念大悲咒 大悲咒的神意不可思议 我每天念大悲咒 大悲咒的确是好 那我就讲一个大悲咒啊 有一个商人 他就是赚了钱 要回回家乡 到了半途遇到土匪 土匪很可怕哦 都冲出来 要抢钱财 甚至要你的命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商人就很着急啊 但是还好 这个商人就会念大悲咒 他马上念大悲咒 一念大悲咒啊 土匪里面出来一个人 就跟车夫说 我来帮你驾车 土匪哦 从土匪堆里面出来一个人说 我来帮你驾驶 那车夫当然想说 他是土匪啊 就把鞭子给他 让他去驾驶 哦 这个土匪里面这个人 就打着马 抽着鞭 就急速前行啊 就狂奔 过了一段阵子啊 离那个土匪 离那一堆土匪 已经还有很远的距离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个 拿鞭子的人就 把鞭子还给这个车夫 还给这个马夫 好 下面 就由你继续赶路吧 那这个商人呢 就很敢 本来以为他是土匪 现在看他不是土匪 他帮我们的耶 就问他 说 你贵姓啊 你贵姓名谁啊 我将来可以报答你啊 你今天救了我的这个危难 那个人 笑笑就走了 他说 我叫他阿世润 阿世润 大悲咒里面不就有一个阿世润吗 阿世润就是一位 父法神啊 假设你去看那个大悲咒 每一里面都有 都是 一位 一位菩萨或是一位神嘛 有那个卡片 你去看阿世润 一具就是一个神 一具就是一个菩萨 你去看阿世润 背上长了一对白翅膀的那个就是阿世润 他也是一个 一位这个父法神 对阿世润救了他们 你们会背吧 好 我们继续来看 这罗叉 夜叉罗叉都不敢 说你念观世音不上 他都不敢用正眼来看你 何况加害你呢 不可能的 社父友人 若有罪若无罪 扭盖 枷锁 简细其身 称观世音不上 明者 皆细断坏 其得解脱 若三千大千国土 满中院贼 有一三族 将诸三人祭持重宝 经过闲路 其中一任 着实颤言 诸善男子夫的恐怖 如等应当 一心称观世音菩萨 名号 是菩萨能以无为 施于众生 如等若称名者 于此愿贼 当得解脱 众三人文 据发声言 南某观世音菩萨 称即名故 其得解脱 无尽以观世音菩萨 摸赫萨 威神之力 唯唯如是 好 我们继续再看 观世音菩萨 还有什么呢 就假设说 有人呢 不管是他有罪 或者是没有罪 有盖枷锁 就是一些刑具 把他给绑起来了 简细其身 不管是头上这个枷锁 或者是身上的 这个手撩脚铐 绑住他了 如果他能够称观世音菩萨 名号的话呢 接细解脱 接细断坏 马上就 这个枷锁自动的断 自动的坏 急得解脱 这个人呢 就不受 这个枷锁的捆绑 这个我听那个宣化上人讲啊 他亲自 他在南华市的时候 就有一个和尚 也是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 被日本人抓了 那抓了就放在牢里面 全身是 扭盖枷锁 简细其身 就是有 有被捆绑 他就坐在那边 念观世音菩萨 结果 后来就 他就 发现 半夜也没看到人 守着他 这 有盖枷锁都 都松了 松绑了 松绑了 门也开了 他就直接跑出去了 这是那个和尚 告诉宣化上人的 宣化上人 就写在他的那个 文章里面 就被我看到了 有这么样一回事 那还有呢 说是唐朝 是不是唐朝 那个 唐义法师是什么朝 还有一个 僧容法师 就是反正 这两位法师的时代 应该是唐朝吧 就有一对夫妻 他们是庆佛的 那结果呢 土匪就 误会他 就是要害他们 就向官府去报案 说他们是跟土匪 有通来往的 那官府就要抓 抓这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张星 他就逃了 而这个人也不负责任 把七小留下来 自己逃掉了 他逃了 逃了 结果 他太太就被抓了 抓了就 就打进 牢狱啊 打进牢狱 结果 结果这个太太呢 就 信佛 然后曾经在 这谭义法师 他们的那个寺庙里面 参加过八观摘戒 所以 所以他就 他就 心里就一直默议 说 求这个谭义法师 生文法师来救他 那那两位法师 有神通嘛 这高僧呢 就 其中一个是 谭义法师 好像是 救摩罗师的弟子 念观圣布上 我们没办法救你 念观圣布上 或许还有救 就他就念观圣布上 念了 半夜也是 那狱卒啊 睡觉了 他自己的这些 什么 手撩脚铐 松开了 门打开了 他也不敢出去 他也不敢出去 搞了半天看 人家都不看他 他又敢出去了 出去没多久 就遇到他的丈夫 就他也得救了 那 他们夫妻又赶快躲到 谭义法师 他们的那个 庙里去 就没有再被土匪 来追上 这也是一个故事 也是有记载的 好 我们继续来看 就是 这个 有盖 有盖家所呢 就简细其身 称观圣布上都 断块了 就得解脱 如果是三千大千国土 满中院者 都是土匪 有一个三组 就是 商人中间的 这个领导 将住商人 既是中宝 将其他的商人 大家都 带着自己的 珍珠宝贝 经过险路 经过一个 非常危险的道路 这危险道路 怎么样 有土匪了 有抢劫了 其中有一个人就说 你们都不要恐怖 只要一心 称观圣布上的名号 观圣布上就会 把五尾送给你 但你不要害怕 如果你们能够 称观圣布上的圣号 那么对这些 怨贼 对这土匪呢 都能够 离开 他们的 伤害 众商人 这么多的商人 听到之后 居发声言 就大声 一起 这个 送 送宴 拿摩观世音菩萨 称观世音菩萨 名号呢 就解脱了 这个土匪之难 释迦蒙尼佛 就是说 无尽音菩萨呀 观世音菩萨 摩合哨 摩合哨 就是大菩萨 威神之力 他的这个 威德 跟神通的力量 是唯唯如是 这广大无边 那我讲到这个土匪 我又讲一个故事 那真是 大概是在 民国八十几年 那是多少年前 民国八十几年 那个时候 大陆还蛮乱的 尤其是 湘西 湖南的 西部 有个法师 叫做博明法师 那么 这个博明法师 他就去修 那个湘西的庙 叫秘印寺嘛 秘印寺 这博明法师啊 有武功的 在哪里学的呢 在少林寺 他在少林寺 学武功的那个师父 是在少林寺 附近的 一个武术的 一个 一个师父 那么 这个师父的女儿 出家了 是在 台湾的 无心街 无子三下 顾大哥 大家记得 你曾经帮助他 把钱 从香港 汇给 博明法师 记得吧 很多年前啊 忘记了 那个 叫大碑金社 那一位 比丘尼 老法师 他的父亲 是在少林寺旁边 开武术馆的 专门教和尚 博明法师 就跟他学的 武功 那博明法师 有武功了 那他怎么样呢 他修庙 那三尊大佛啊 要从香港 运那个金箔 去贴 贴那个佛像 那么 都是金 他害怕啊 所以 坐着他 那个破车子啊 就要从 湘西到香港去 把金箔 运来 然后再 贴那个佛像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 走到湘西 湘西有土匪 而且土匪蛮多的 湘西土匪蛮多的 就出来 要钱啊 把车子一拦 还是现在哦 还是中共的时候哦 照样要土匪哦 那个时候 就把他的车子 给拦下来了 拦下来了 他请了两个保镖 要保护这个车子的 谁知道 两个保镖啊 瞎得皮皮喘啊 在后面不敢出声 这博明法是一个 八十岁的老人 就下车来 就问 那个 那个土匪啊 你们要干嘛 要钱啊 要钱 钱没有 他 有武功 一只手抓着 一个人的 这个 颈子的 衣领 一只手抓着 另外一个人的 这个 颈子 那个边的衣领 抓着两个人 头碰头 一碰 慢慢后面一丢 丢到水沟里面去 这不是博明法师 告诉我的哦 是他的司机告诉我的 何司机 他亲眼看到 博明法师 用武功 而且啊 那个保镖都不重用 结果还要这个 八十岁的老人 去 去 这个 保护 保护 整车的 这个 这个 财物 所以我们 讲到这个 这个 祭祀中宝 经过行路 就有这么样的 一个故事 那前面讲的是 七个 例子 假设念 观世音普筒 都能够脱离 这七种的 危难 下面讲的是 三种的 除三毒 所谓毒呢 就是我们这个 人啊 生下来都有业障 这所谓的业障 其实就是三毒 我们修行就是要 去三毒 去除这三毒 就是 拿三毒呢 贪婪 称慧 愚痴 用什么呢 用戒定慧 用戒定慧 所以叫秦修戒定慧 洗灭贪生痴 那观世音不是啊 给我们一个方便法门 你说怎么样戒这个贪 贪中最 最讨厌 最麻烦的一个 就是淫欲 第二个是秦慧 就发脾气 第三个是愚痴 这三个叫三毒 有这三毒啊 只能轮回生死 脱离不了三界 那所以 假设说你要去贪的话 那必须修什么 就是 就是因为是 主要是去这个淫嘛 所以 主要是 用不敬观 修不敬观 就是你去看这个人 九孔长流不敬啊 有什么可喜爱的呢 那第二个呢 称恨 称恨你用什么去治疗他呢 用慈悲 愚痴呢 愚痴就用因缘观 所以 有一个 一个病 就有一个药来治疗他 那 我们现在时间不多 不然呢 还有一个 讲到这个故事 就来不及了 那我们就先讲一下说 若有众生 多于盈欲 常念 恭敬观世音菩萨 变得离欲 若多称惠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变得离称 若多愚痴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变得离痴 无尽以观世音菩萨 有如是等 大微神力 多所饶益 世故众生 常隐 心念 所以这里我们看 如果有众生 多于盈欲 你要他去修不进观 修不来啊 他就是 没有这个心 没有这个 这个 这个 魄力 然后很难呢 修这个不进观 或者是 有人 有这个称惠心很强 说称心如火嘛 火烧功德门啊 火烧功德门 就是说 假设一个人的称心重 随时喜欢发脾气 那么一发脾气 你的功德 平时所做的功德 都被你一把火烧掉了 尤其是 临终一念 临终的时候 千万不能发火 临终那一刻 万一发火的话 必然是一个 非常可怕的一个报应 你说平时我都没做事 就是当 临终那一刻 发了脾气 这 无名火一来啊 这火烧功德门 很可怕的 所以 我们平时就要 训练自己的脾气 变好 遇到什么事情 不要 不要 不要发脾气 所以 所以 第三个呢 就是鱼痴 鱼痴就是 颠倒了 不聪明了 没有智慧了 那 佛提到这 这三样 人的基本的 最 最 最 基本的 三读 叫贪嗔痴 那这是贪嗔痴呢 如果说照一般来讲 必须要修 不敬观 慈悲观 跟因缘观 就是你没有这个能力 去修怎么样呢 还有一个简便法门呢 就是观世音笔上说 你念我的名号 帮你 帮你 能够 把这三读啊 给解除 就常常念观世音笔上 自自然 没有淫欲了 常常念观世音笔上 自然没有这个 称愧了 常念观世音笔上 自然呢 就变聪明了 这是一个法门呢 念观世音笔上 当然不是初一念念 十五念念这样子 那就是真心诚意的 发心要把这三读解除 求观世音笔上 慈悲加倍 让我能够 勤修戒定慧 洗面 贪嗔痴 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呢 这里说 不要有这贪嗔痴 那我听朋友 比如说 这个贪心啊 我这里不是指这个言语哦 这个贪心 一般对于 这个 喜欢的东西 物质什么东西 的一个贪呢 女人比较重一点 贪心 女人比较重一点 称心 男人比较重一点 鱼词大概是 赶快赶快 弄马屋啦 好我们现在一起 合掌回向 文法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诚意诸有情 术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莫河河勒 保伦 你 摩赫 保伦 对 太阳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